Hello YouTube 朋友 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今天周末跟大家吃 Brunch 但今天這個 Brunch 比較特別 是素菜 但又不是中式的素菜 是Fusion的素菜 一起進去看看 Let's go 我們今天去 Green Common 餐廳 位於中環德庫道中 77號營資大廈的一樓 乘搭港鐵去到香港站 用C出口 出對德庫道中轉右走大概兩分鐘 就可以去到餐廳 如果觀眾朋友都喜歡收看 這些類型的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飲食旅遊生活資訊片 就記得按我 Danman 826 頻道的訂閱和小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嘩 今天就特別一點 來到和大家試一下 Fusion的素食 他一個頭盤可以Free Flow 他有湯 沙律 有四款的頭盤小食 主菜可以選一款 另外甜品每人有兩款 可以選一個飲品 價錢是238元一位 小童3歲至12歲 和長者60歲或以上 就188元 現在他做優惠 第二位有八折 當然他不知道要做什麼事 所以打來訂購的時候 就自己問一下 我們現在看看 Starter那裡 我就不會約叫他拿一款 一會兒再續約和大家試一下 其實這間Green Common 在香港也有很多地方 這裡的樓下也是一間 好像是快餐店 賣一些快餐 即歐 21樓這裏就是餐廳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都有沒有這個 週末的特別 是週末的特別 平日好像是一些 雖然沒有這個 雖然沒有這個 free flow starter 除了套餐 包括每人一杯飲品之外 另外可以加78元 有飲飲的氣泡酒 剛剛就問個服務員 他就說其他的location 都有這些week end的brunch 但菜式是不同的 他說中環這個location 那些就fusion一些 特別一些 大家可以看看 現在湯就來了 今天的湯就是南瓜湯 看起來的樣子和聞起來都很香 南瓜湯喝起來 也不是太攪爛了 有一點微粒 有一點粒粒的南瓜 湯很甜 我不知道是不是 混合了豆奶之類 那種味道有點像在喝豆奶 甜甜的 有點南瓜味 那些頭盤小食都來了 首先看看有一個是沙爹雞串 另外一個是韓式醬汁炸椰菜花 另外牛油果醬 有些脆脆麵包 有一個印度脆渣球 還有這個沙爹 沙爹 沙爹也很美 有些是無花果 士多啤梨藍莓 菜 賣相都挺吸引的 而且我聞到每樣食物都很香 現在先煮藥 先嘗一下 先嘗一下 先嘗一下沙爹雞串 沙爹雞串的味道挺野味 上面鋪著辣椒絲 柚絲和花生粒 肉質吃起來也很像雞肉 很特別 然後先嘗一下這個 印度蟹肉脆球 有點像我們吃鹹水角的 一個圓形的波波 可以說吃的時候可以倒些醬汁 真的很脆 裡面的蟹肉絲 有一點印度醃料的風味 醬有一點酸酸的 又是不同味道 跟剛才那個 沙爹的味道 這個味道完全不同 這個挺好吃 這個可以再叫多一個 我也想再吃多一個 咬下去真的有些蟹肉的味 它的素蟹肉 牛油果 可以做一些醬汁的味道 就不是太大特別 但是這個就是健康的牛油果 牛油果醬 其實它新鮮得來 它還是加了一些調味 我又說不出裡面有些什麼 總之是 不只是牛油果那麼寡的醬 現在試這個就是 酥炸椰菜花 它是有些韓式的醬汁 這個是韓式味道 就是暫時可以吃幾種的頭碗 都有它不同獨特的味道 剛才的牛油果醬 有一點墨西哥風味 沙爹 也有些沙爹醬 花生 那個印度的蟹肉 脆波波也好吃 一些印度風味 這個韓式 炸得很脆 它整塊西蘭花 不是西蘭花 椰菜花 連沙律也很喜歡 它的醬汁很脆 不是一般我吃的醬汁 是清新的 它又不是很濃的味道 而且沙律不是隨便做 不是隨便給生菜 它還有無花果 草莓、藍莓 那些菜都挺漂亮 這個我會再吃一個沙律 兩個我們叫做的主菜來了 一個是魚柳漢堡 另一個是韓式肉絲拌飯 韓式肉絲拌飯 它就用一個石鍋包 放著 有一單韓式醬汁 它裡面有很多芝麻 那我現在先拌了 一邊拌這個韓式飯 都很香 聞到 這個醬汁的味道 讓我先試一下 看看是否跟我們平常吃的一樣 它這個辣醬 加了很多芝麻 有些咬口不錯 而且它也有很多菜 哇 下面的飯焦焦焦焦焦焦很棒 吃起來好像在韓式的拌飯一樣 因為那個醬汁 其實才說廢話 韓式拌飯當然像韓式拌飯 不像韓式拌飯 怎會叫韓式拌飯呢 這個韓式飯很好吃 菜夠新鮮 我又喜歡醬汁的味 還有石鍋 一半都是熱辣辣的 好惹味 另外一份的魚柳漢堡也很好吃 有芝士、魚的塔塔醬 薯條也炸得不錯 剛剛看到有人躲著 對面桌子吃 應該是吃煙燻威靈頓 出來的表演也不錯 有玻璃罩一開噴煙 這個煙燻威靈頓要多加48元 下次也可以試一下 剛才問過他們 原來這裡也不是開很久 去年十月開 也未夠一年 我相信很多中環上班的觀眾朋友 有時都不知道有沒有來過 因為平時有下午餐 吃素食都應該有觀眾朋友來過 吃完那兩個主菜 還有少許胃口可以叫多些頭盤 所以就算外國沙律和印度蟹肉追求 最佳 可能一會兒再叫多個湯 或者牛油果醬也不錯 嗯 這個脆扣真的是我的最愛 幸好是幾款食物都有一些很unique的味道 不同味道 不會每樣都是同一款味道 看得出來也挺有誠意的 做下去 設計這個菜式 有些非一般素食體驗的感覺 甜品有五個選擇 每人可以選兩款 有芝士蛋糕 鮮果撻 鮮果杯 雪墨池和雪糕 我們打算每樣都試一下 就是不愛鮮果杯 剛剛點了甜品 在雪墨池有芒果 是蘇多啤梨和綠茶選擇 雪糕就是綠茶和朱古力 都有些不同的選擇 甜品來了 原來的雪糕是自家製 Cream Common的品牌 有一個雪米芝人芒果 另外叫芝士蛋糕 看來芝士蛋糕有些草莓 因為是粉紅色的 這個鮮果撻 也有些素食的Cream Cheese 有些醬在中間的 擺盤都漂亮的 也不是隨便拿些甜品 現在先吃雪米池 甜品就不太有驚喜 剛才的頭盤主菜 有驚喜 芝果糯米池 雪米池好吃的 芝士蛋糕我覺得比較甜 反而鮮果撻上面的忌廉 挺有特色的 好像鹹鹹的 有些像喝珍珠奶茶的芝士辣椒 雪糕是普通的 一般般 雖然限時是90分鐘 但現在還未夠90分鐘 吃了70分鐘 都已經飽了 你別以為吃素菜不飽 現在真的夠飽 我覺得今天挺有特色 比我的預期總好 是有驚喜 這個週末特別套餐 不只是午市供應 其實晚市都有 而且5點之後 會有120分鐘的用餐時間 今天結帳 因為第二位有八折 計上加一之後 兩個人合共是476元 觀眾朋友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片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nman826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鈴仔 當我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和IG 看到特別優惠資訊 生活點滴可以和大家分享 下條片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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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